眼下防止疫情境外输入成为政府关注的新话题 3月3日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入境时 有关部门会发放多语言母版的疫情防控宣告书 帮助境外人士更好的了解和遵守防控措施 在进入小区时 街镇居村也将加强落地管理 同时耐心细致的做好解释说明 针对外籍人士语言沟通不畅的问题 有的小区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组成社区工作者 卫生服务中心人员和外语志愿者三人工作小组 上门登记核对外籍住户信息 消除听不懂看不明带来的沟通障碍 有的小区还实时用外语发布小区最新防御动态信息 赢得工作主动 上海红桥街道常驻有约2.6万境外人士 居民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欧美国家 日本 韩国 中国的港澳台地区等 针对境外人士聚集的特点 该街道开展多渠道多余种进行宣传告知 确保信息畅通 上面户居民翻放了一张四国语言的容情情识卡 这个容呢就是勤反人 投入 那么通过这张小卡片呢 我们简洁领导的告知 百户居民要主动配合登记和自我健康管理 并注入了必要的联系方式 此外 居委会物业方面也会借助大数据 在线翻译APP 外语翻译机等智能化手段 加强沟通效率 通过老办法加新科技 实现人员精准排摸 并及时了解境外人士的相关需求 面向所有的境内外居民开通需求调研的小程序 那么通过这个小程序呢 我们就精准的收集到了他们的需求 同时呢 我们既做好吃饭买菜等保障 另一方面还增加提供了健康宣教 政策咨询 这个理发修理等服务清单 切实做到隔离病毒不隔离案 比如说在预约口罩的过程中 我们就通过线下沟通和线上上门的 多余种发布方式 帮助境外人士预约口罩 受到了好评 据了解 在疫情防控中 上海的社区工作者通过多种方式 向外籍住户及时准确的传递防疫信息 从而消除了紧张情绪 在基层社区细致周到的努力下 境外人员积极配合 有的在入境底户后 第一时间赴社区登记 并主动接受隔离健康观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